我们再来看到朝鲜半岛的局势很紧张 那我们也都知道说美国派出这个猛情F-22 逆宗战役在当地巡逻 不过来看到中国因此没有感觉 中国说来啊 事实上以中国的雷达 我可以找到所谓你F-22的逆宗战机 他认为F-22在中国的雷达系统底下 没有所谓逆不逆宗啦 全部都看得到 好呛喔 最近的确大陆方面的这些网络 透露出了不少 透过包括大陆的网络也好 然后透过一些跟大陆一些相关的媒体也好 然后甚至于像美国的媒体也都说 这个大陆的网络 其实大陆的雷达已经有能力 侦测美国的F-22战机了 说真的这个事情到底行不行 还真的没人说个准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以美国的F-22战机来讲 他出海外任务的时候 以美国现在空军他对F-22的规定 其实非常的严谨 也就是说他的飞机 只要一离开本土 就是甚至接近到本土的海岸线 大概200公里左右 他就会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拿起来 叫做RCS放大器 你先看这个镜头 他飞机肚子底下 刚刚你看到那个飞机肚子底下 有一个圆圆的东西了没有 圆圆那个东西就是一个无线电 就是它的一个RCS 就是雷达反射截面机的放大器 这个东西F-22只要挂着它 一飞上去 雷达反射器一打开 就好比是说今天我这个车子 那我今天我在黑暗之中 我车上开一个灯 就是把逆中功能关掉的意思 当然OK 逆中本身还在 像刚刚这架飞机上去 你看不到它身上有这个雷达反射 那个雷达RCS放大器 但是刚刚在另外一个镜头 你就看到它只要所有的 它飞机 F-22只要接近 美国本土的海岸线200公里左右 它就要把这RCS挂上 而且要打开 甚至你看像阿拉斯加的 在那个关岛的 在那个夏威夷的 这个美国空军的F-22战机 那根本就是随时随地 就把RCS放大器放在身上 只要它一起飞 因为你像在夏威夷来讲 它只要一起飞 你看就这个镜头 这个底下你看到没有 几乎平函底下 有一个圆圆的东西凸出来的 但是它飞机上面特刻意装的 那另外 它其实在执行这种 长城任务的时候 比如说从美国飞往日本 然后另外像你看 它这个飞机降落的时候 它飞机上面挂个两个什么呢 大大的附油箱 这架是从阿拉斯加来的 飞往韩国来参加 这次这个军事演习的行动 它挂这个附油箱 其实也把它整架飞机的 这个所谓的逆中性 基本上它讲破坏殆尽 因为你看F-22这样起飞 你就会发现它本身 飞机的这个棱角 它整个外形 可以说是非常的洗练 为什么就是靠这样的 飞机的外形 来吸收这个雷达波 当然以现在中国大陆来说 中国大陆 它现在开发了一个 最新的JY-26雷达 这个JY-26雷达 它号称它的这个波长 是以米 也就是以公尺计算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些雷达来说 通常你现在要讲究 这种追踪这种 包括小的 或者说是这种 难以侦测的这种物体 它通常会强调 它本身的这个雷达波 是所谓的毫米波 零米波 也就是它本身的波 非常非常非常地小 但是JY-26 这反而是反其道而行的 上次在珠海航空展的时候 这个JY-26拿出来 而且第一 你可以看到 它的雷达本身非常大 第二 它也号称的是 主动的电子扫描式的雷达 另外它说 它这个雷达产生的 这个雷达电波 侦测的这个电波 有一公尺 就是所谓的那种 公尺级的那个大小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知道 F-22的这个雷达 还有那个本身 飞机上的这个材料 还有它的气动力的外形 基本上来讲 理论上的确是针对 我们刚刚讲到 前面那种很小的那种雷达波 来做设计 但是对于这种 颇长很大的这种雷达波 来说的话 就躲不住 其实是躲不太掉 但是事实到底是不是如此 也没有人知道 对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美国的RCS放单 那个F-22 只要一到这种出海 就离开它本国之后 把它装上这个雷达反射的 这个截面机的放大器 所以你看 它刚刚这段影片呢 就是在解释 在一般的雷达上 这样的这个战机 从雷达上看起来有多少 像比如说刚刚F-18 看起来像金龟车 F-16看起来像不高尔夫球车 那另外F-35呢 看起来只是这样小小的玩具车 这个就是因为隐形的关系 何会隐形 它并不是我们刚刚讲到 真正在这个世界上 像穿的这个 哈利波的那个隐身抖篷一样 不见了 它是反射 对 它是让它的雷达波大量从一个方向 单独反射过去 看不到 然后直接弹回原来发射源的部分 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你看像这样 刚刚讲 我们刚刚讲到 这边一个车 F-18 在车上看起来像金龟车 然后F-16更小 然后另外像F-35最小 那F-22当然 其实又比F-35还要更小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在这种传统的雷达去侦测之下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反其道而行 也没有效 说真的不知道 也没有办法确定 因为这种事情 毛根顿 总有一天要在战场上真的碰了面 才知道到底谁的有效 但是以目前 以科学的原理来看的话 中国大陆的理论上是说得通的 但是美国在防侦测方面来讲 我呢 故意让我的F-22只要一出海 我就启动了我的RCS放大器 就等于说我在黑暗之中 我故意把我全车开 那个用灯照得亮亮的 你不看到我都难 所以就是说 这雷达是不是真的能够抓到 目前也没有人知道